著名花界藝術家馬興文舉行藝術展 有多位城中名人藝人到場支持 包括方力珊、張玉珊、吳穎薇、朱潔儀、胡希文和男友 以及羅琳等 方力珊的爸爸是畫廊老闆 所以小方都有受影響 私下珍藏了不少名畫 還說笑話是儲來做老婆本 小方還說想跟馬興文學畫畫自我增值 我認識過Simon差不多10年了 我們也是2014年香港的傑青 也有之前一起做公益活動 其實我一直都很希望他可以教我畫畫 因為你也知道 一個藝人現在懂得煮菜又有魅力一點 如果再懂得畫畫 我不懂得煮菜 如果懂得畫畫 加上我是運動員 紋舞加起來應該會升級到自己 所以他沒空教我 接下來那個武校的環島泳自己準備是怎樣的 學校的環島泳他們做得很好 一直都定期有出去泳池 以及在海裡練習 我自己一個星期也游五次六次水 這次是一個接力的 所以其實有那麼多舊生、學生、老師、支持和參與 其實是絕對沒有問題 不過我們都會很著重安全的 因為始終都是超過60人都會下水、下海 所以我們一定會注意安全 同樣喜歡藝術品的胡希文 最近忙於籌備開手錶專門店 不過多忙都好 他每天都抽少少時間 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來減壓 其實我是每一天都有去行山的 因為我發覺工作太忙 那怎樣補充自己的時間 就是你不要管他多忙 其實你少少半個小時一個休息 都已經很好 所以我一早起床就馬上腸牙 我就立刻去行山 走一會 就好像當自己沒有上班 之後才回到家裡換衣服上班 原來這樣其實是可以有幾不同的一天 就是這個是我的提示 然後做到下午 然後下午我又會去聽一下歌 自己走在一邊練歌唱一下歌 那我又會輕鬆了 所以這個是我的小小的提示 至於羅琳 今日帶上小孩子出席 是因為他和兒子都跟過馬興文學畫畫 羅琳鑽顏有術 他站在小孩子旁邊 真是像兩子弟 多過像兩母子 他還分享他的動靈秘訣 身材方面最好就是小吃多餐 還有就是吃多點菜 澱粉都OK的 儘量吃少點肉 皮膚會更好 另外長期喝暖水 就會幫助減少脂肪積聚 在皮膚方面 當然要經常清潔最重要 我們有三個重點 清潔保濕 還有防曬這三點做足 就會皮膚更好